剩下已至 莲花屋里正是竹色西夏绿 荷花静里香的一片好景 偶也渐渐长成 温宁知 魏无羡极爱那莲藕排骨汤 便下池挖出些新藕来 炖上排骨给它吃 魏无羡欢喜不尽 连声称赞 喝了几碗 至晚间又让温宁帮它盛了一大碗 上山带给了忘鸡吃 只是这日 蓝忘鸡回来的却比往常迟了些 魏无羡在近视中等了又等 终于等到门响 见蓝忘鸡进来 便忙上前拉入他的手道 蓝湛蓝湛 你猜我今日带了什么回来给你吃 蓝忘鸡笑道 蓝藕排骨汤 不如献其道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闻到香味了 蓝忘鸡捏了捏他的脸 两人便骑向岸前坐下 一起喝汤吃晚餐 那碗莲藕排骨汤仍是魏无羡喝得多一些 蓝忘鸡只看他吃得香甜便高兴 烧紧饭壁 蓝忘鸡未像往日一样 查阅小辈们的业劣笔记 而是向望着魏无羡像是有话要对他说 魏无羡便也依偎在他身旁坐下 问道 蓝藕 你怎么今日回来的比平时要晚些 你不是说过 这一般的天虚弟子 已经要节夜散去了吗 怎么还会这么忙呀 蓝忘鸡便直过 他的一只手握着 喊笑道 魏英 明日我们一起去夜恋 可好 去夜恋 魏无羡一惊 抬头望着他 呆呆地道 怎么突然想去夜恋呢 现实不是四处太平吗 今日有人来报 卢州府一带 今日颇有些邪碎作怪 叔父及兄长担心小辈们去恐难应付 便着我带着他们前去看看 停了停 深深看着魏无羡的脸 又疑惑道 魏英 你不喜欢吗 往日里 听说要出去夜恋 魏无羡 并是第一个跳起来 赞成的 狼王基本以为 在云深不知处 待了又有些日子 魏无羡定是想出去走走 却没料到 他的反应是这样 魏无羡体内 刚刚结胎 温宁 已给他换了保胎药 每日服用 并仍不时加以失真辅助 而魏无羡自己 也是小心慎行 声孔一不留意 于付诸胎儿有损 此时实在不宜出行 更何况是夜恋 若遇到些不善的鬼怪 吓着胎儿可就不妙了 可是如何与他说呢 魏无羡还没有准备好 魏无羡平日自视 巧舌能变 今日舌头 却似是打了个结 脑子里一片茫然 不知说什么好 魏英 老王鸡又轻声唤道 你可是身体不舒服 说必 便伸出一手 想去探他的脉 魏无羡 但忙一把抓住那只手 将其轻轻 掩在自己脸上 嗯 拦着 魏无羡甜甜嘴唇 没有不舒服 只是天太热了 我怕热 便不想远行 这个理由实在是勉强 可是魏无羡一时 却是想不出其他了 哦 狼王鸡淡淡道 轻抚着他的脸 随时失望 却也不愿抢他 那好 你留下 我速去速回 可好 要多久 魏无羡又问 少则三日 多则五日 狼王鸡答道 魏无羡于是低头无语 至害时 两人睡下 却皆是心有所想 没有睡意 狼王鸡的心中 是疑虑 是担忧 魏无羡的心中 是歉意 是不舍 狼王鸡见魏无羡翻来覆去 甚是难安 便起身拿了一把扇子 轻轻为他摇着 两脚 魏无羡方朦胧睡去 至次日卯时 狼王鸡起 魏无羡便也醒来 漠然无言 陪着他一起更衣 洗漱 四追与锦仪 也送来早餐 在门外候着 两人用闭早餐 魏无羡便伴着 狼王鸡出门 锦仪和四追 等人发现 魏无羡今日 不跟他们一起去 本事诧异得很 依锦仪的性子 早就向魏无羡发问了 但见魏无羡今日 神情不似往日 一脸的心事重重 狼王鸡也是冷着脸 一言不发 以为两人吵架了 便不敢作声 一直送至沙门口 仍是练练不守 狼王鸡便停下脚步 拉着他的手 轻轻问道 魏英 你当真不去 如果你去 你知 我自是会为你打扇 为你找冰镇之物降温的 狼王鸡心道 魏无羡却只是 躲闪着他的眼睛 强笑着道 蓝湛 我等你回来 你要快一点 狼王鸡只得无奈点点头 便放下手 带着小辈们 飘然下山而去 魏无羡独自一人 闷闷不乐地来到莲花屋 温宁迎出去 见魏无羡神色不对 忙道 公子 你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不舒服 魏无羡羡摇摇头 自向亭子间坐下 往日里 虽然也是自己来莲花屋玩 但他知道 山上有狼王鸡在 想他了 便可以上山去找他 晚间 也必可以在近视见到他 跟他一起吃饭 陪他说话 便是他有事要做 只是静静地在旁边看着他 也是好的 魏无羡自回来后 几乎无一日不与狼王鸡在一起 此次要分别三五日 于平常人自视短暂 但对魏无羡来说 却是极为难受 只觉得神思都跟了狼王鸡去了 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在这里 百无聊赖 的确 自己是离开狼王鸡 就不可以活了 他也可以想象 狼王鸡此刻的心情 肯定也是跟他一样 什么邪髓 什么时候作恶不好 偏要趁这个时候 魏无羡恨恨恨地想 丢了一颗大石子 到池塘里 将戏耍着的鸳鸯 也惊开了去 小绵绵见这样 也悄悄走开 静静地只是跟在温宁身后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 魏无羡也懒戴上山 便胡乱 在莲花屋中歇下了 第二日 仍是如此 艳艳然没有半分精神 温宁与绵绵等人担心不已 知她是在挂念了忘机 也不知如何安慰 至下午 魏无羡午休起来 便又向亭子里坐着 心不在焉地 持着枝条在钓鱼 小绵绵拿着个娃娃 在旁边看着 只见 温宁信信头头地跑了过来 欢喜着道 公子公子 有客人来了 客人 魏无羡的思绪正在神游天外 听到这个词 便也茫茫然地转过头 看向温宁身后 这一看便是吓了一跳 手中的树枝也掉了 精神打了个机灵 都回来了 不速之客 逆怀桑 温宁元见魏无羡这两日 无精打采 想着 正好来个客人陪陪他 还是昔日同窗旧友 魏无羡的本尊生妻 也是他救回来的 交情不可谓不深 本以为 魏无羡一定会很高兴 却不知道 魏无羡现在心里 最怕贱的人 就是他了 聂怀桑早已笑容满面地 拱手行了礼 魏兄 别来无恙啊 魏无羡只得也忙滑了一礼 聂兄 好久不见 两人像亭子间的石桌旁坐下 绵绵端上茶来 便带着小绵绵走开 聂怀桑 向着魏无羡打量了一番 并又笑道 魏兄还是像当年一样 风姿不乏呀 魏无羡道 哪里哪里 此事还得多谢聂兄啊 随即又问 日前江城大婚 听闻聂兄有样 未能前往 现在可以大好 聂怀桑双手一张 我本无事 笑了笑又道 只是怕见到韩光君 多有不便 说必望住魏无羡 又是一笑 这一词 魏无羡也一笑 饶是脸皮厚 听到这话 也是不自在 默然无语 聂怀桑端着茶 将饮未饮 又放下 方道 魏兄 今日韩光君不在 我便还是有句话 向魏兄说 我此生 对魏兄的心意 永不改变 魏兄若是何时 愿意垂青 魏桑仍是感激不尽 自当在不尽时 等着你 魏无羡大惊 不觉跳起身来 慌蓝说道 聂兄 万不可如此 当日同窗之遗 护身之情 魏猛自不能忘 感激得很 若是一击其他 便是绝无可能了 聂兄 请断了此念 我与蓝战 其一身后 是不可能再分开的 聂怀桑轻轻一笑 拉着他坐下 傅又道 我自知 不能跟韩光君比 今日此来 也只想趁着 吴旁人 向魏兄 表明心意 怀桑对魏兄的亲目 此生 是不会再改变了 魏兄 也有需要 可随时来找我 不近视的门 永远便是对着魏兄 你敞开 一番话 说得魏无羡 惩惶惶惶惶惶 这前世的桃花 便是享福 也扶不开了 这要是被狼望鸡 听到了 不敢想象 一时无言 尴尬不已 两久 聂怀桑方一笑 起身道 魏兄 你不用为难 只需记住 有人会在不近视 一直等你 即可 说必 深深看他一眼 便悄然离去 留下心乱如麻的魏无羡 本是头疼 这下 头疼得更厉害了